我跟你讲 有一些人就是每天懂得骂 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什么事情都不懂得做 今天就做到一个事情 咖啡店的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这些话 如果安华首相听得下去 我觉得马来西亚有救了 你当然不相信 当然 你看下去 如果你不相信 给我一个 dislike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给我一个信心 传给社会每一个人 好不好 Please please 好 我们回到正题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有钱人在羡富 对吗 有一些甚至在打压穷人 让我们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事情放大 然后再告诉这些有钱人 不要这样欺负我们这些平民 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们也不要做没有钱的人 对吗 没有知识的人 广东话有一句话 要讨发并过游走辣泪呢 还嘛 选择偷渡跳飞机都不是本身真正的意愿 这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 但基于种种理由 如果家乡无法生存 没有机会发展 负债累累 家人还长 家人孩子三战不去 在原地无法得到温饱 无奈之下 想尽办法 就要往外寻找神机 对吗 现在有钱人很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帮助一些不幸的人士 行动不变的人 担心家庭等等 不分肤色 不分宗教 不要分国际 这样我说你厉害了 对不对 今天我就开始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有爱的社会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再计较你是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宗教 你是支持哪一个球队都不重要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十年 二十年下去 一些群体会慢慢的站起来放大 把这爱给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一个国家的未来 就看我们现在开始做什么 对吗 为了加了朋友们 不要只是骂安华 不要只是骂政府 我们可以在后面做一些东西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自己 如果你觉得马来西亚是你爱的国家 我们今天就开始行动 打造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 给我们下一代未来的东凉 更好的一个马来西亚 不用到邻国去做外劳了 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马上传给你的朋友 Thank you